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之前可以得到出版社的试月机会 然后我其实是一月底就拿到这本书了 但是因为我拿到的是电子档 所以在小小荧幕看非常痛苦 最后呢我就挑了一个早上比较空闲的时间 毅然决然的在电脑用大荧幕狠狠的怒刷电子书 顺带一提我真的不爱电子书 我还是比较喜欢纸本阅读 觉得电子书好没有灵魂哦 可是很讽刺的是这本书的故事主角背景 居然是用灵魂作为主视线 他的书名背后写着 我叫沙丹梅瑟 我被杀害了 死亡最糟糕的部分就是什么也留不住 再也没有秘密 没有亲吻 没有八卦 对一个少女来说 光是失去这一些 就等于又再杀害了她一次 但我要做一件没有人尝试过的事 我要来一场精彩的安可表演 这要感谢艾玛 我失散已久素未蒙面的双胞胎妹妹 如今艾玛急遇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 而查清真相的唯一办法 就是假扮我 她偷偷进入了我以前的生活 以便把线索拼凑起来 但是当我最好的朋友 讲了外人听不懂的八卦 她能会议过来吗 她能说服我的男朋友 她就是她深爱的女孩吗 她拥抱我爸妈到晚安时 能够假装自己是个快乐无忧的女儿吗 如果她知道杀害我的凶手 正仔细地观察她一举一动 她还能继续装扮成我吗 这本书刚开头确实是还蛮吸引人的 因为我很少看过一本 惊悚小说 是用幽灵的角度下去撰写 不过我不得不说 作者她在切换幽灵的角度跟 女主角的妹妹就是艾玛 这个转折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搞不清楚 因为她们两个是双胞胎 所以有时候会是艾玛在说话 但是我又会觉得这个时候好像是沙丹在说话 然后沙丹在说话的时候 我会不知道 她已经把她切过去沙丹了 就是一点点小小的阅读障碍 或者是因为是电子书 然后也因为我看得很快的关系 这本书我总共才看了45分钟 已经创下了我看小说最快最快的一次 我几乎是毫无停顿 而且没有任何障碍的就看过去 她算是一本非常轻松的小说 不需要太多的思考 因为你会想要知道凶手到底是谁 她的所有的串场跟细节都会让你迫切 让你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不过不得不说 她的设定实在有满满的吐槽点 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吧 这本书让我一直想到了一部电影 叫做《辣妹过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是由一个的女孩点的 我还蛮喜欢她的曾经 然后《辣妹过招》里面也是一个女王风的角色 然后带领了一群女孩 那在《女王心机》里面这本书呢 沙丹就是被杀害的这个 先姑且叫她姐姐好了 被杀害的姐姐呢 在社交圈里面是非常有地位的 虽然她是被领养的 不过她的家人很疼她 她家富有 而且她是一个胡作非为 真的是人尽可夫 然后又很喜欢恶疹同学 然后你能想到的极尽之霸凌的事情 她都办得到也做得出来 她认为伤害别人并没有什么 反正我的快乐比较重要 甚至是她的妹妹 她都觉得就是玩具 简而言之 她就是个Biatch 这样的人死不足其 我看到最后我根本不关心 那个沙丹的 到底是谁杀了沙丹 我其实真的不关心凶手 因为太多人 她做了实在太多坏事 所以每个人都有动机杀她 作者营造出了一个 不让人同情的主角 以至于让我非常好奇作者打算怎么自己收拾这个烂摊子 这个小说 在美国它总共有六集 然后也已经翻拍成美剧了 那作者听说也是一个非常厉害 在美国有另外一部影集 是美少女的谎言 也是她的笔下的著作 那美少女的谎言跟这个谎言游戏 我没有看过 虽然我都爱看美剧 可是这两部美剧我没有看过 那因为我看的 我之前看Goth Girl 那个Goth Girl的阴影实在是让我太深刻了 导致于我后来对于这类型的美剧 其实就有点点些微抗拒 那这种类型的美剧 只要是校园书籍翻拍成美剧 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都会变样子 然后就会编剧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解读那本书的方式 所以后来我都尽量不要去看美剧 尽量先把书看完再去看美剧 这样子 所以这两本这个美剧我还没看过 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们 它的美剧的部分 就是影集的部分拍的到底好不好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书的部分 书的部分以下是我看完的感想 有可能会不小心捏到 我警告你咯 有可能会不小心捏到 那个美国写了六集 据说台湾也会拍六集 所以我只能看第一集 目前也只出第一集 第一集是还没有结局的 那以下是我看完结局的想法 我一点都不care到底是谁杀了他 OK 如果我的生命中遇到一个这么烂的朋友 我应该也会想杀他 他可以抢 抢朋友的男朋友 OK 这在女生圈子里面是完全不能被接受 完全不能被接受 女孩子有一个共通条款啊 就是 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啊 就是 还是只有我这样 就是 朋友的姐妹 我已经气愤到 朋友姐妹的男友就是不可碰 OK 朋友之妻不可戏 连男生之间都有这一条 怎么可以 抢朋友的男朋友呢 OMG 然后 呃 又会去偷妹妹的信 然后 然后 会 会偷 会 乱拿东西 然后 会乱报警 然后 只能说 我看完 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直看到他的恶作剧的过程 我是 真的很想问沙丹 就是那个姐姐 你到底 什么回事啊 欠缺爱还是欠缺关心 还是 都有 还是你是脑袋灌水 就是 我就觉得 应该 不会有人想同情他 不过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主角 叫艾玛 他 生于一个 寄宿家庭 从小被妈妈抛弃 然后 纯真 无邪 天真 浪漫 好不容易发现了自己有一个姐姐 就很想要跟姐姐在一起 想说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亲人 没想到去找他之后 莫名其妙就变成他 然后 他还甚至不了解 这个姐姐 他就想说我要 想办法把 杀害姐姐的凶手找出来 一方面是为了自己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姐姐 那 我觉得 大概是这样吧 双胞胎的部分 可能就是 有一个人会比较天真善良 有一个人会比较邪恶 吧 我不知道双胞胎的设定是怎么样 我不是双胞胎 我怎么会知道呢 不过至少在这本书里面 他的设定是如此这般 所以到最后 我只关心 妹妹能不能活下来 凶手 不要去伤害艾玛 就这样而已 我其他什么都不关心了 我不关心凶手是谁 他到底到底沙丹的尸体在哪里 I don't care 我只知道 我只想知道 艾玛有没有办法 平安度过这个难关 还有 作者要怎么自己收拾这个残局 就这样 你们要问我这本书推不推 其实 如果你喜欢看 比如说 辣妹过焦 或者是 God's Girl 我相信你会很享受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里面 满满的女生之间的构心斗角 然后满满的霸凌 或者是校园的那种Drama 你可以想到的美式的校园剧的那些 节奏都在里面 包括party 然后 然后 男朋友 好像貌似 貌似对你忠诚 但实际上只是想跟你做那件事 这类的 反正 我相信大家校园剧看的多了 应该不用我解释 就是那些剧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在40分钟内看完 45分钟内看完 因为 几乎是一刷 看那个字 你大概就知道它的剧情是这样 然后再往下刷 哦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在想 这套书应该要等 比如说 有个三集 或者是出个六集 全出了 一口气看可能会比 这样看一本来得好 因为单就 一集来说它的内容 确实是有一点点单薄 设定上 是还蛮幽默的啦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作者 可以把自己的主角 自己笔下的第一主角 写的这么 这么令人厌恶 这么希望主角死掉的 真的是首屈一举 我真的印象中没有看过 就只有这本书 所以呢 如果你最近压力很大 这本书还不错 就推荐给大家 那这本书 那一口会不会念给大家听呢 看看应该是不会 因为 因为 就像我说的 它就是一本四十五分钟 可以看完的书 我如果念给你们听 那你们还看什么呢 也许一小段吧 如果有人想听的话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们想听我 念书给你们听 我如果看到有多过十个人 告诉我这件事情 那我就把这本书的前面开头 就是 伯克莱上面公开文字 念给大家听 嗯 呵呵 嗯 那就 先分享到这里咯 另外 出版社很用心 还有做一支小小的短片 我们就 点连结 就可以进去看到他们的影片啦 呵呵 就是荧幕上那个 没错 就按下去吧 可以看到他们拍摄封面的样子哦 我 又看完了 呵呵 也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做 就是书的大纲是 脏怎样 嗯 那 今天的说书就到这里咯 呵呵 希望你喜欢 那么 我们下一本书见咯 大家 拜拜咯 呵呵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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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